《中文字幕》 我是從老北京誕生的 我都知道城市那些活動曾經演變的歷史 已經是大勢已去,全部改觀 我不是有權有勢的人 我可能做不了更多的事情 但是我可以做一個小的案例 能夠延續古代的一些關於空間的智慧和它的格局 1984年,我去了日本 2001年回到北京 2006年,我在七都八已經待不下去了 那麼我就找到了這塊地方 我租的是五畝地 這些地是一些垃圾堆積場 我租到了一個土地的時候 我馬上就跟荷蘭建築師商量了 這塊的建築必須由老北京的材料來蓋起來 這個設計呢,一個基本的想法 就是它是巨大的現代建築 但是它又是一個傳統四合院的圓形 我就在這個中心線上做了這個池子 設計了一個十字線來穿透 所以它可以通向各個空間 樓下的這個空間可能是一個休息的地方 因為我太太是法國人 所以我們可能還有一些國外的朋友 這種空間的隨意感能夠比較輕鬆地 把自己的身心非常通達地和別人交流 左右兩頭是大的工作室 同時是展廳,包括倉庫 樓上就是住宅 中間的一個長的空間就是休息和看書的地方 1984年我去日本之前創作的一些作品 所以我想給他們保留在這個空間裡 共同生活一段時間 我這裡邊的木造家具 基本上是從七十八工廠請過來的 比如說那個櫃子,它上面寫的718 2008年主建築幹完了以後 就全部都是我的獨立設計了 院子裡邊打造那些綠色 院子裡所設計的這個結構 使用的材料 它的相互之間的關係 都是我獨立來做 我覺得它必須要恢復另外一種古典 先做了這個亭子 這個亭子它的下層的磚頭 都是用北京的明代的城牆鋪設的 上面的木結構是正好是公王府改建的這些老木頭 游泳池,因為它整個是露天的 它可以叫做天池 如果有風穿過來的話 在那邊,在水邊上才會感覺心狂深意的 精神比較透徹 這個建築,這個空間 可以說是我十年來最大的一個作品 因為我花費的時間,精力和金錢都是最大的 我最近才知道在五環之外 建立的一些私人土地和一些出租的空間 全部都要拆掉 現在的建築空間 將來如果能夠保留下來的話,最理想